人生病系網路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 很榮幸今天 能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主已辦的生心靈成長読書會 好 我來自廣西 是壯主 我今年十八歲 台灣年齡十八歲 這是我的一家人 我兩個孩子 我小兒子今年剛好國中畢業 我覺得很高興的是他今年的成績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我身上那套不是撞族的 是大陸的四川遺族的撒數民族服裝 我們有一個舞團 我自己也組了一個舞團 叫傑恩舞團 傑恩是越南語姐妹的意思 我們舞團成員也是來自於各國 說到剛嫁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跟我先生相親不到兩個 應該是兩個小時就決定要嫁還是不嫁 我先生一下飛機 然後一進到旅館裡面 我們是正式介紹 中間剛好一坐到旅館裡面 很多很多大陸姐妹 那時候十幾年前很喜歡嫁來台灣 因為那時候台灣經濟很好 所以就看到我的時候 我下班以後我才去 我下班去的時候裡面已經坐滿一堆女孩子 他看到我這是第三十幾位了 所以我算是白語挑贏 當時去的有兩個台灣人要娶妻 結果後來是兩個都看上我了 換我來挑他們 然後我跟我嫂嫂去的 然後我嫂嫂說 就一個在公司上班 一個是向我老公是做生意的 我嫂嫂就說做生意的比較靈活 你嫁給做生意的好了 我就這樣子嫁過來了 對 然後嫁過來以後 其實那時候就是我先生跟我講 你嫁過來你就在家裡面照顧婆婆 然後就是孝順婆婆就好了 不用出去工作 其實那時候好像剛嫁過來也不能外出工作 所以我就在家陪著我的婆婆 剛嫁來的時候非常的不適應 我還寫信回家 活不知味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 食不知味 因為吃的不習慣 沒有什麼味道 不是我的家鄉味 我先生甚至為了每一餐飯還要給我兩百塊錢 他說你吃 我就給你兩百塊 然後我以為我的人生只能在家裡面做一個家庭主婦直到老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就是不知道真的沒有快樂所言 只是覺得我只是做一個家庭主婦而已 對 雖然其實我很信義我嫁到的家庭 我的婆婆 我的先生 然後他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的尊重我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的氛圍在外面 你還是能感到一種 就是你在這裡沒有人 你的文化沒有被認同 你的學歷不會問同 你的專業不會問同 甚至於你可能沒辦法在這裡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對 所以我就是專心在家做家庭主婦 然後到了孩子五歲要讀幼稚園的時候 我很堅持 因為鄉下的那個公立幼稚園跟私立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個鄉下的那個私園就小小一間房間 然後裡面就是都十幾個孩子就是不同年齡的擠在一起 我就是 其實我是幼教出生 我在大陸就一直從事幼教 然後我小時候 我們大陸的對於那個幼兒教育 特別是在 不是在鄉下 我是住在那個城鎮裡面的 所以那個幼教教育是非常重視 裡面的私資環境都很好 我看到那個公立的 我就不想讓我兒子就是比我更差 我希望他能得到更好的 所以我堅持讓我兒子去讀實力幼稚園 那去給孩子去讀書的時候 剛好跟那個院長聊到 那我就想說 我原本就是幼教出生的 就算我不能在裡面工作 我的專業 我所擁有的東西我不想浪費掉 我就跟那個院長說 我兒子在這裡工作 如果這邊有需要的話 我願意來做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志工 我就說我願意義務來幫忙 還有如果我需要 然後那個院長很幸運的 他剛去南京 就是去大陸參訪回來 參訪幼稚園回來 他發現大陸的幼教其實比他想像中的還要幼 他又想說要不然給我機會讓我試教 結果就被錄取了 就是處於一個義務府 就是做志工的那個 願意把自己的價值呈現出來 這時候我才看到我的價值 那段時間我在那邊幼稚園做了四年 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然後說到幼稚園這邊 後來我離開幼稚園的原因也是由我先生 其實我先生後來的那個生意 越來越沒有生存的那個 就是後來就沒落了 他沒辦法再繼續做那個生意 結果我先生是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 是完全沒有收入的 我們就是只是用繼續在生活 那時候我在幼稚園工作 我們家的所有的薪水 可能就那一萬多快要兩萬塊的薪水 那時候也會跟先生吵 也會焦慮 也會擔心我孩子的未來 但是到那時候是每天吵 可是我看到孩子也會害怕 他整個家庭氣氛是很很強的 我一直怪先生 他也其實努力去找工作 但是他長期做生意下來 他已經沒辦法去工廠裡面去承受 而且他年齡也有 他比如大15歲 他年齡也有了 所以就沒辦法再繼續去工廠 去承受那麼大的一個體力勞動 然後一去 就算有人 像我的家長 就是我教他孩子的家長 其實也很認同我 然後也幫過先生 就是有工作機會也提供給他 可是他做沒幾天 他的病就復發 結果就換來更多天的休息 對別人 對事 對別人也不好意思 到後面的話 就是到幼稚園開娃娃車 然後就是一個月可能一萬一萬二的薪水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說只要他健康就好 其他的不管 後來我們兩個就是角色互換 我就是到外面 就是離開幼稚園 然後去到工廠裡面工作 四輪班三萬次的 那收入會比較高一點 你度過那個經濟的危機 先讓家庭文靜下來 然後一起去克服 其實那時候在度過經濟危機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也是假日還要去兼職 就是跑做私調啊 什麼什麼都做 對 就是一天你可能做一個私調才50塊 然後你要跑很多很多地方累積下來 可能才有幾百塊錢 但是 可是我覺得說 我帶著我先生出去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覺得說不管他今天賺多少錢 我只要出去 當作我在認識台灣 我在做市場掉起來的時候 我路不熟 我先生就騎著機車 然後由我去做 就是做私調的動作 因為他臉皮比較薄 所以他只能做騎機車的那一個 但是我們兩個這樣子在一起 就覺得其實蠻快樂的 收入很少 但是同性的話 一起克服困難 我覺得這種感情是越來越好 然後就這樣子 後來到慢慢的 我的那個公司的工作已經穩定了 收入也 所以現在家庭算是沒有說很富裕 但是經濟上面已經不用擔心了 對 那後來的話是因為遇到歷產 我很幸運是我遇到歷產 因為我很喜歡讀書 也很喜歡看書 喜歡學習 然後的話就是地產說要成立讀書會 我就很好 好幫好幫 然後我們就一起成立的讀書會 然後就是一起讀書 其實剛開始經營的時候是 我是感到很挫折 為什麼我喜歡看書 可是不見得其他姐妹喜歡看 然後原來他們會出來 就是聽著我在那裡講 然後下一次就不見 就不來了 為什麼沒去不好玩啊 後來我們就想 要不然換個方式就是玩跟學習 就是不一定要看同一本書 因為有些東西太深了 對其他國家的姐妹來說 她沒辦法去了解那麼多文字 要不然就是用閱讀別人的人生 其實也是一種閱讀 然後我們就是變成就是帶著姐妹到戶外去玩 然後的話做生態導覽 然後再就是用腳去閱讀台灣的山水生態 然後就是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閱讀別人的人生 這也是一個讀書會的一個形式 對 那我的邀約都是這樣 就是告訴他們說要準備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的話就是一定會分享書 然後的話 那姐妹的話可以分享歌曲 故事 文化 生活見聞 對 然後我會做紀錄 那我會 我們的那個讀書會都是上山上去做健行 然後的話我會告訴他們說自己帶垃圾帶 把垃圾帶回家 不要把那個垃圾裡在山上 就做個環保的一個概念 對 然後你看 我們的 我們參加活動的成員 有印尼的 越南的 大陸姐妹還有他們的家人 對 那沿途的話老師 老師也是義務的 對 我們的老師也是台灣的義務的一個老師 是我在另一個讀書會 那時候我不會經營讀書會 我就參加了台灣的 就是我們花壇一個叫茉莉花的讀書會 參加去學習他們的經營方式 那剛好又認識了那個 就是那個生態導覽老師 他就說他願意帶我們去認識就是台灣生態 那沿途的話老師就會介紹這個是外來種 這個是什麼 然後那個就是老師正在介紹花蕊 那個粉紅色的那個是 到底是葉子還是花瓣 然後那個二代 先住民二代對這個就很有興趣 他們很願意參與 因為寄給他們 他們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們的 或是只能在課本上 但是現在是實際可以接觸到的 對 這個正在討論那個姑婆育 遇到這種很新鮮 或是有趣的好奇的食物 大家都很熱烈的討論畢視 讀書真的好很多 然後體驗不同的路 然後就是不管什麼路況都一樣去挑戰跟嘗試 那泰國姊妹在去五屆 五屆是在那個 叫什麼 埔里那邊 那個 塑西 那裡自然環境真的很棒 那泰國姊妹就說 真會讓她想想起小時候 奔跑在那個田野 那個山椒野外的那個地方 就很喜歡這種感覺 我想說他們其實參加這樣子一個活動 他們真的很開心 他們很開心一個禮拜 真的 看著照片 印尼姊妹在茶園 那個很活潑 大家在一起真的像孩子一樣 就玩得很開 然後那個福建姊妹 武漢的姊妹在茶園 然後我們在大岳大學 健行委員會參觀校園 然後遇到那個大岳大學的台灣學生跟他們一起合照 就很融合 那種感覺就是 有時候先證明他在工作環境是有利益關係的 或在家庭環境會有一些矛盾去產生 但是在這種形式的一個交流方 下面是完全沒有利益關係 一個純的交流 所以就覺得很舒服 對 然後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享讀書心得或者生活經驗 那這是一位廣東姐妹分享在社區做志工的一個感受 對 他們都會在交流中不斷進步 而且越來越有自信 當他在說自己的那個經驗的時候 他也認識到自己有什麼 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他可以付出什麼 然後其他姐妹得到的就是 別人的生活經驗是這樣 對 也可以互相做一個學習 然後這是一個剛加來沒多久的那個越南媽媽 她在分享說她加來那個台灣家庭的一個感受 還有懷孕的喜悅 你看這一家三代 懷孕也跟我們一起健行 就是這個湖南姐妹很棒 她就是來了以後 對 她自己準備很多禮物 只要有上來分享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拿到她的禮物 真的很用心 然後這是父子黨 就是我們還會玩遊戲 對 你看像回到小師以後一樣 才在爸爸的腳丫子上一起行走 來 我們看這張照片 你們看一下這張照片有亮點 大家看得出來是怎樣嗎 誰猜得出來 我們拍照會不會說1 2 3 然後下一個就會擺一個boss 對不對 就是拍照的是兩個是女兒 然後那個是爸爸 那他們幫爸爸拍照 小女兒在前面就是蹲著要幫爸爸拍照 後面那個女兒 爸爸聽不見 對 爸爸聽不見 爸爸是聾雅人士 所以女兒很孝順 她就在那邊 1 2 3 讓爸爸就是擺很棒的姿勢 很帥的姿勢幫她留下 當時我看到這個劇的好感動 真的 然後她們的女兒 她的女兒都非常優秀 都考上非常優的一個學校 對 你看有母女黨 夫妻黨 還有父子黨 然後還有分享各國美食 其實實際上這個照片怎麼拍的 拍到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我分享這個照片的意義就在於 你看她 其實這次參加的不只是各國姐妹還有台灣人 她第一次參加 她到她的朋友第一次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然後我們的越南姐妹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毯子 那個野餐毯 她就從路邊 把那個芭蕉葉採下來 鋪在地上 所以鋪在地上的那個野餐毯是芭蕉葉做的 然後還做了那個越南米糕 然後她們看到那個姐妹把越南米糕倒出來 那個料的豐富 還有精緻 台灣人看到 哇 真是好值得喔 她覺得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非常的值得 對 那一天就是很開心 然後我都會把她們的那個點滴記錄下來 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看那個雪梅是大陸姐妹 雪梅跟我們分享了工作的心得 她有一技之長 有一個週休二日的工作 她如果請假的話 能接替這個工作的人是不容易找的 表示她有的這個技術是別人沒辦法代替的 對 所以她在公司裡面的重要性 那那個然後那個彩琳是越南的姐妹 她帶了自己做的壽事 然後五顏六色都是天然的師材 那子儀是印尼姐妹 然後她沒有來 就拖那個燕景 也是印尼姐妹 帶來麥克風 那我們就是用那個麥克風去唱歌 那今天的話是夫妻檔一起參加 然後吉林的話她是很優秀的 她一直有參加讀書會 所以呢 不斷的自我成長 她在那個雙語國際演講比賽拿到的地名 她就把這個分享給我們 對 然後那個 那個Lisa是印尼姐妹 她正在上電腦課 但是有個問題困擾著她 她在學那個繪圖軟體 但是她買那個軟體會很貴 她在學習然後又買不到回家沒辦法練習 那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會找資源讓她能有練習的機會這樣子 所以那家寶的話是我的同事 是台灣人 她是一個年輕小伙子 可是也很喜歡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對 所以我們的讀書會真的很多元 然後每次都有一定的收穫跟成長 其實現在經營那個三星年成長 那個讀書會多年了 現在已經發展到每一期 我們每個月一次 現在是有每個 不是觀光由我來規劃 而是把它放給每一個姐妹 做不同的主題分享 然後由她們自己來規劃 所以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題 所以最近的這一期是環保節能減碳的 對 每個姐妹都會分享她們 在家裡面節能減碳的方式 每個都有不同的 真的你聽了就覺得說 真的好棒 每個姐妹都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的活動形式還有 比如說像我會烘焙 我有烘焙證照 那我就會在家辦那個 親子學蛋糕的 學那個蛋糕烘焙的那個活動 那是我先生 他也非常歡迎她們來我們家 這個是那個台灣的一位姐姐 就是另外那個台灣讀書會的姐姐 她願意教我們 就是跟我們做交流 然後叫所有的姐妹學歷豆糕 那這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辦那個回娘家的聚會 每個姐妹都就是帶一道菜這樣子 所以各國料理都有 你看那個是果凍花很精緻 果凍 越南的果凍 這個是純天然的 那是這位 那個左邊的這位姐妹做的 她是越南姐妹 然後她就把她的故事 就是跟大家分享 她做了這些果凍花 她會開課教學 然後還會義賣 然後捐給那個慈善機構 對 所以那個湖南姐妹聽到她的那個 這些義務的就是多年 就是很感動給她愛的抱抱跟鼓勵 對 互相鼓勵 然後不管來住哪裡 我們都會讓這片土地越來越多 多彩而美好 好 謝謝 這是我的聲響 謝謝 謝謝